把焦点转到法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后 星期天迎来了第一轮投票 民调显示 极右翼政党目前遥遥领先 如果接下来诞生右派总理 中间派的马克龙 未来施政可能会面临来自议会的更大挑战 第二轮投票落在7月7号 候选人将会竞争577个席位 马克龙所属的中间派联盟 在本届欧洲议会选举败给了 由马林勒庞领导的 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 马克龙随即宣布提前大选 这被视为是一场政治豪赌 在法国的政治格局当中 左翼的新人民阵线联盟 右翼的国民联盟 还有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阵营 是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 民调显示 右派的得票率可能去到接近四成 左派三成 中间派两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